我来去啊 十上第一大千关包整的墓被打开了 只见墓中棺果居然是价值不菲的金丝楠木 豪华长度让在场的所有人成目结舌 打开棺果以后 里面海武随意的堆放在一起 难道这座墓葬已经被盗了吗 为何清廉终身的包青天 死后却会用如此豪华的棺果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为你揭开中国第一清关包整墓之谜 1973年的一天 位于合肥的一家钢铁厂为了建造石灰窑 决定将包公家族墓葬群迁走 随后安徽省博物馆立即成立一支考古队 对现场进行清理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考古队员居然在此处清理出了十几座包公墓 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一时间专家也傻了眼 那么包公为何有这么多一种 据说当时包整去世以后 他的子孙后代觉得 包公在生前实在是得罪了太多人 免不了有人心生怨恨 前来挖墓 于是就派人做了二十一口不一样的棺材 然后在出殡的时候 将这二十一口棺材 同时从七个城门分散埋葬 至于哪个是真 哪个是一种 只有包家人自己知道 那么他们辛辛苦苦寻找的包公墓 究竟会在什么地方 正当考古专家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 周围村子里的一个老人来到了现场 他自称自己家是世代包公墓的守墓人 最后便给考古队员指向了一个地方 说这里才是埋葬包公的位置 没想到经过考古队员进一步清理 还真挖出了一座墓葬 当考古队员将牧师门打开的那一刻 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整个墓葬不管规模还是形质都非常简陋 简直不敢让人相信 这就是包公的墓葬 就在这个时候 随着水的冲刷 墓葬中间摆放着的棺果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棺果居然是使用顶级的金丝楠木打造而成 在古代时期 能使用金丝楠木棺材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由此考古队员也更加觉得 这就是真的包整墓 当考古队员将棺材打开以后 里面除了随意摆放的尸骨 还出土了香薰 瓷板 铜镜 陶冠 铜钱等50多件陪葬品 这些也都是当时的一些生活用品 除了这些 官国里没有一件贵重的物品 这也让专家感到十分失望 再次怀疑是不是挖到了假的包公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细心的考古队员在墓室中清理出来了几块残损的墓志明 经过拼接研究后 考古专家发现墓志明上刻着 送书密副使 赠礼 布上书 孝宿 包公墓名十几个大字 此时考古队员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最后专家继续对这座墓葬进行了仔细的发掘工作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西式珍宝 让人意外的是 考古队员又找到了一块残损的墓志明 经过专家试读以后 发现上面写着 送乌永康俊夫人董事 墓志明 也就是包整的夫人董事 但是让所有专家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在这一座墓葬之中 他们居然清理出来了两块墓志明 难道这是包整的夫人董事的夫妻合葬墓吗 但是为何墓葬里只有一句棺果呢 包青天真的是一位新官吗 安徽合肥挖出包青天墓葬 墓中发现一具价值不菲的金丝楠木棺果 为何包公在死后会使用如此豪华的棺果 当考古队员对包整的骸骨进行检测以后 居然意外发现了包整的真正死因 难道包青天并不是像历史中那样记载 但是病死的 根据包家祖谱记载 在包整死后对他的墓葬曾经进行过迁移 所以有很大可能在迁移的过程中 包整的后人将他和夫人埋葬在一起 一般情况之下 墓志明都是奉置在墓葬里面的 而这座墓葬里面的两块残损的墓志明 却是散乱摆放的 经过专家研究后 终于找到了原因 当年金兵侵入独州的时候 曾对一些大型的家族墓葬进行了疯狂的盗决 这座墓葬有很大的可能 在当时也没能逃脱金兵的魔爪 后来考古队员还在这座墓葬之中 发现了一个十二十神勇 要知道在宋代的时候 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 才能够陪葬十二十神勇 由此也更加印证了 这座墓葬就是包整墓 在棺果之中的海谷十分杂乱 为了确定这具海谷到底是谁的 专家对海谷进行了检测 最后得出结果 这位来自宋朝的男性 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由此专家也断定 这就是中国第一清官包公的遗骨 然而关于包整的死 却一直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包公是被宋仁宗次要毒死的 还有人说包整生前得罪的人 太多被害死了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导致 包公死亡的真正原因呢 专家在对包整的尸骨 进行检测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大的意外发现 在包公的遗骨中 含有大量的汞元素 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有着两大毒药 一个是皮霜 另一个就是朱砂 而朱砂的主要成分 就是大量的汞元素 难道包整 真的是被宋仁宗给毒死的吗 根据史料记载 在包整病情加重的时候 宋仁宗曾命人给他送过药 那么这药和包公的死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然而很快这种说法就被推翻了 当时宋仁宗对包整 可谓是非常喜爱 而且包整在之前 曾多次为了禁剑 和宋仁宗吵过好几次价 但是宋仁宗都没有将其杀死 在包整病重的时候 更不会害他 而且在包公死后 宋仁宗甚至还下令所有人停工一天 带领文武百官前去吊咽包公 要是宋仁宗想杀死包公的话 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 而且在古人下葬的时候 为了让陪葬品和遗体 减缓腐烂的速度 会在棺果之中放入大量毒杀 所以专家肯定 包整应该就是如史料中那样记载 是病死的 等到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 包整的骸骨也被打包运回了老家 但是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 包整的骸骨居然被拒绝运回合肥 中国第一大清官 最后居然连尸骨都入不了土 安徽合肥挖出包青天墓葬 墓中的棺果居然是用顶级的金丝楠木打造 他生前真的是一位清官吗 更加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包整的骸骨被挖出来以后 居然神秘的消失了 至今都没有找到 那么他的骸骨到底去了哪里 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听到不能把包整的遗骨 运回家乡的这个消息 包家的后代也是十分喊心 最后经过自家人的商议 他们决定先让包先正将包骨的尸骨 偷偷带回去安葬 最后包先正就带着自己的女婿 以买化肥的名义将祖先包整的尸骨 装进了旅车 这一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们还将海骨分开装进了十一个坛子里 然后再和化肥一块装到袋子里 这才让包整的尸骨回到了家乡 然后偷偷地埋在了龙山上 一直到1980年 安徽省委书记了解到包整尸骨的遭遇后 决定在合肥给包整建一个墓园 进行一个清安仪式 让这位中国敌清官能够真正的入主为安 最后一行人来到了龙山上 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准备挖出装有包公尸骨的十一个坛子 虽然坛子全都找到了 但是等专家打开坛子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 只见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那么包公的遗骸究竟去了哪里 然而当时运回包整尸骨的包先证也去世了 一直到现在 这些骸骨到底为何会消失 不见也成为了一个谜 不过在之前发掘的时候 专家还遗留了一些包公的遗骨的样本 后来通过先进的技术 专家再次对包整的骨骼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 根据骨骼的大小尺寸 人类体质学专家推测 包公的身高在165厘米左右 并不像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身材高大 但是包公的青莲跟影视剧中相比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实料中记载 包整在病中卧窗不起的时候 还时时刻刻地提醒家人 要谨记家规家训 甚至当时包整还命人将家训刻在石碑上放在家中的堂屋里 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自己的后人 直到现在30多代依然铭记着家训 同时他们有这样的祖先也非常自豪 我们的族群是宝贱 我们有这样的族群 我们的资深后代都感觉到很挂扬 很勇心 至于连杰益生的包青天 为何会使用金丝楠木光果下葬 专家推测 应该是当时在他死后 皇帝赏赐给他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放棄点赞 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